中量包装 可以留意一下中量包装 剛剛公布業績 表現跟市場預期差不多 之後業績效率也有少許上升 而且一度已經升穿下降軌 而一度升穿高低腳箱底的頸線 轉線有機會先回一回 因為有些像我剛才說的其中一隻股份 就是頸線穿一穿就落回來 好像是假穿、假升破 有這樣的情況 落回來 所以可能會先整固一下 但是只要落回來的位置 迫近小箱底就可以再薄薄吸納 然後再次向上走 整固完再次向上 挑戰高位 因為你看到了 它其實在反覆向上緊 頁織就叫對板 駁它可以這樣回試之後 轉線回整之後 中線再次展開它向上吹噬 而見到暴力交通道 亦都有一些小碼 開織象 以形成一個向上的趨勢 有機會的 所以就可以等它轉線回整 逼近這個箱底的水平 就可以投機性買入 再次嘗試各位